暴走! No sir No sir 我是No sir 我們今天要 咳咳咳 今天的這個主題啊 我稍微有點重複性子太高 但是呢 我真的很想做 而且我也花時間 真的去認真研究 但是研究出來的結果的話 又有點不符合我的預期啦 因為呢 畢竟隔天就要發售元素了 我不可能直接把 這本書直接拆了分解掉 OK嗎 所以呢 今天這個主題啊 我個人想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法 非常之簡單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決定先來把我們的 所有的劍士集結 來各位 這應該是我們這個頻道 第一次聖劍 全部集結好不好 欸 你這樣放一起 還真的是爽啊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任務啊 非常之簡單 在劇動的時候呢 目前為止 能暴走只有勝任而已啊 我覺得太不公平了 其他角色都沒有出場的機會 所以呢 我今天的話 要讓我們全員暴走好不好 然後呢 我要先說 其實我是有認真研究 要如何改良我們這一本書啊 啊但是呢 改良的時候遇到一些小瓶頸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教大家的方法的話 我個人覺得算是簡單到不行 而是簡單到破表 簡單到有一點蠢的方法好不好 但是呢 我們就盡量以完全不破壞他的一個本體 做一個設計啊 在開始講這個之前呢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發現了一些可行的改良方法 但是呢 這改良方法會需要犧牲一些道具啊 OK 那我們現在先稍微講解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方法好不好 好啊各位 在開始玩之前 你們要先知道一個點 就是說 這兩本書 他們這個背部 基本上是完全有長度上的差異 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樣對比最直觀嘛 有沒有發現這邊多微小節 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不過要想出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的話 算是比較搞剛 但是可以完美的連動 就是說呢 我已經把背部這邊啊 全部削光光啊 大家看 我把內部說的那種柱啊 那種什麼板面啊 全部都削乾淨 拉變完整平平的 其實殼是可以完美的這樣踢上去 只是上面這邊會多一節啦 換殼是OK的 但是呢 就算換完殼啊 你看它下面這邊還是有一節 然後呢 這一節的話 基本上還是過長的好不好 我們這次的最直觀的東西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厚度 大家看 它雖然下半部是可以完全進去的 但是上半部還是多了一小節 所以呢 如果你要使用換殼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可行的 但是呢 你上面這邊黑色多於上面這一塊啊 有沒有 我們這樣裝完之後呢 上面這邊會多一小節嘛 這一小節呢 必須全部切除 不會影響到它的結構 也不會影響到它的電路板 但是呢 就是很搞剛 而且這本書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醜一些啦 啊這個的話我可能等到之後 我收了一本二手 真的實際做一本出來啦 第二個要連動聖劍方法的話 卻真的是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的蠢 好不好 非常的土炮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也算是能保持這本書外觀的 一個極好的方法 背部這邊 必須新增一些海綿塊 我這邊的話是有疊海綿塊在上面的 這海綿塊的用意 基本上是為了要觸發 我們梳上這些按鈕好不好 因為呢 基本上你放進去的時候呢 會是斜的 所以我們在後面加入這些海綿塊 可以方便去觸發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是觸發我們的硬件 這一個點的話就要觸發我們的土豪件 然後呢 風之劍士的那一把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不用改 第一個點結束之後呢 第二個點就是固定 固定的話 我當然不可以直接叫你用透明膠帶 將會有殘膠留下 所以呢 使用這個 噴塗遮蓋用的一個貼紙 這個貼紙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不會保留任何殘膠 而且重點是貼的還算是蠻緊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算是蠻推薦這個 而且我上面超多灰塵的 這個土包方法 不用改 非常簡單好不好 就交給你們了 雖然我覺得有點蠢 但是呢 基本上這算是最能保護這個外觀 而且又不會造成任何損失的一個玩法 幫大家補充完畢之後呢 爆走 第一個見識就是我們的水劍 爆走形態OK嗎 基本上跟聖誕士完全沒差的 因為它就像所有的音效 就像都取日子這裡嘛 所以它不管是拔出來的音效 還是說變身音效 基本上都是跟我們原本的聖誕士一模一樣的 頂多猜這把聖誕而已 那我們就換我們下一把 第二把話就是我們的黃雷 黃雷已經哭音在廁所了 這個書也是沒有辦法查詢訊跟大家說明一下 基本上黃雷也是無法使用 信號的黃雷的使用者已經換別把聖劍了 好不好 所以呢 黃雷基本上應該是確定不會出任何強化型態的 黃雷哭喬人 黃雷連光 黃雷 parks 黃雷 二陸 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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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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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各位 這樣就是我們暴走的一個瘋之劍士 我要先說什麼點 這一把再加這個之後重量好重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官方不會把 這個搭配這些聖劍可以做的連動啦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樣開說其實還蠻酷的 這把劍變得超級厚耶 然後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一本 被古龍掌握的忍者書 所以總結來說我個人覺得這樣綁起來還蠻酷的 我們測算第一本之後來話我們下一本 4個目的 11個目的 紳士バトラ 紳士バトラ 诶 我要先说 我觉得可以这样超帅你知道吗 他後面這邊多一本超大本書 我就這樣超帥你知道嗎 我以後一定要改一本 就是可以完全通用所勝見的暴走書 這個的話算是我個人蠻推薦的 雖然音效這樣搭起來怪怪的 但是整本書這樣看起來Size 非常的酷好不好 我很喜歡 ِ bulk破個形成本 再來是我們最大把的一個土豪劍OK吧 這一把的比例的話我個人覺得 看起來相對來說很正常好不好 有一半是會劇中這一把更大把 這一把裝上去的時候它會長這樣 我也敢不中啦 但是變得超級重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我剛才試玩三把那種比較特殊型號的聖劍之後呢 我個人覺得這不能差別的劍上面真的很可惜 我個人覺得違和感都沒有很重 而且玩起來算是蠻酷的好不好 旱黒GARCL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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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的3 Be Gonzalo 旱對四角利益 呢 旱對四角 мод 爾動有 tempting 選擇好 各丶負 debating 第四個戰鬥 再來是我們的暴走暗劍好不好 這個編的方法我們上一期已經完全完過好不好 是完美可以連動是沒有問題好嗎 我也確認就是說你把這本書拿來刷這個 是沒有跑出特別音效比較一樣一點啦 但是呢至好他們的兼容性是ok的 好啦因為由於這個上次講過了嘛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來換我們下一把射箭 成功了 每一次都 在對白金色領き 看你它也有也是 跟個人的盾 對白鋼鐵湯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罪光 我剛才在打的時候呢 它這個會彈起來像這樣 它彈起來那些手才會推過去 然後呢它這邊就會觸發到一個待機音效 這本書跟這個小本書 基本上它們的相性非常的不可好不好 我剛才有稍微打開看一下按鍵 它裡面這個按鍵啊 基本上它沒有辦法壓得太深 所以才導致說像這樣 有沒有 它是可以連動的 但是呢 它這個會彈起來 總結來講 系統其實最不搭 最後會互相干擾的 結果是罪光耶 非常非常之意外 而且就是它的點就是 罪光不在這上面 有夠怪哦 好啦各位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全部的身體能暴走化的一個實測 OK嗎 我個人覺得 這三把不能連動 真的是非常一樣好不好 水劍的話 基本上跟我們的火劍是完全一模一樣 是沒什麼差異的 按鍵部分的話 可以做到完美連動 但是沒有特殊音效 比較遺憾一些啦 然後呢 我覺得最遺憾是罪光 沒想到罪光其實是裡面 系統最不適合的一把 但是總結來說 我個人覺得像搭配完 跟以往那樣 一般變得不太一樣 我個人覺得玩起來 新鮮感是非常夠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大家這樣去玩啦 未來有機會 我應該會再多收一本 把這桿子換殼板 可以完美連動這幾把劍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全聖劍 暴走私車 如果喜歡情報 大家別不喜歡美作美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硬件搭起來 真的是超級帥好不好